那個地方這樣子 說到車子 我是因為常常在開高速公路 我最近才看到 有應該是一對夫妻 這高速公路往這邊走 他們在車派去 車派去就停在路邊 停在路邊是對的 他們也在這邊設了一個三角錐 這也是對的 可是呢 老公 竟然騎在這裡等人來救援 騎在這裡 我說這 如果又是超速的大卡車來 沒錯 機能更濃 所以應該要站哪裡 至少你要站這邊 先撞也撞你的車 洪怡講的這個 或者站在柵欄的外面 柵欄外面 或者是說你也有看到 因為你通常必須一規定 其實應該在50到100公尺 外放三角錐 其實放三角錐的旁邊的外面 是最安全的 為什麼 他先看到你的三角錐 你知道嗎 通常都 三角錐在這裡 距離你車子拋錨的地點 你會放在他後面 因為你要人家先看到 車子拋錨在這裡 對 那個三角錐在這裡 你站在這個三角錐後面 柵欄外面 這裡啦 柵欄外面 你要站在柵欄外面 這裡啦 你不可以站在路線上 所以就要說這裡啦 對 你要站在柵欄外面喔 他看到的時候 他要撞你 要不撫撞 對啦 那你最安全 那千萬不要坐在裡面 絕對不可以坐在車子裡面 說我在這裡等 我認為已經打電話給警察了 你打電話給拖掉車 我在裡面等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以前有好幾個女哥心 就是因為作秀趕場 就是車子拋錨就坐在車裡面等 有兩個事故 就是因為這樣子 對 沒錯 壯實 來 先休息 今天晚上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喔 因為余峰先生是第一次來我們節目嗎 是 是什麼引發你對隧道公路特別有興趣 應該說興趣啦 因為從小我們家民就常常開車 然後我跟我弟就在後座看地圖找公路 然後我爺爺本身也是鐵道迷啦 所以我們對那個鐵路啊公路 其實都滿有興趣的 奇怪 對 那我以前也常帶小孩也是這樣子 坐在車上啊 出去玩 他們說對playboard有興趣 因為爸爸不是鐵道迷啊 爸爸迷什麼小孩就迷什麼 那個迷走的順向坡會走山啦 是啊 是的 那余峰可不可以再請教喔 這個是你拍的嘛 對 余峰出了書 逐鹿台灣 你所不知道的公路傳奇 它裡面附了很多的照片 照片都很漂亮 台灣的公路也很漂亮 那這個是一般公路的柵欄 對 護欄 護欄 那也有護欄是這樣的 對對對 奇怪 護欄怎麼會不一樣 那有一種是水泥護欄 它叫做 光臣宮的紐澤西護欄 對 這個是在美國紐澤西州 發明的護欄 這個護欄很堅硬 它底下是比較寬 上面比較窄 那當車子撞擊護欄的時候 它會彈回去 彈回到車道上 那一般而言 這樣子不是比較安全嗎 這車子不會翻到外面去嗎 但是相對而言 它會對於後方的車輛造成危險 哦 又你彈回來 又後面再撞上去 對 對 對 所以護欄要做什麼的形式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應該讓它前面撞了 就掉下去就好了 後面就會很正常 要看地方 比如說高架橋 它一定要用這種護欄 高架橋啊 那個 舞陽高架 下來就死一堆人 對 舞陽高架你不能說 那一般護欄 翻出去就糟糕了 那如果是那個公路比較大 像那個中山高 中南部路段最明顯 它有一個邊坡 對 它有一個邊坡 很長的邊坡 那邊坡就是 它飛出去本來比較安全 對 就死那一部車子的人就好 不要禍擊塌車啊 對 對 對 可能造成連環車後 死了十幾年 其實你如果是中南部的那個 讓傷害減到最多 護欄 如果你衝得出去 一般來講不一定會死 因為跌路是殘啊 對 那你衝出去 你說舞陽落來就落來 平面車道 平面車道 喔 後面 像那個墜機一樣 我曾經跟毛澤果 還沒有當副院長 當部長 有時候請我出後 就跟他講 我說你看那個下坡跟轉彎 一定要檢討 移動像一般的扭出去負來 一定衝下來 衝下來絕對什麼 像飛機墜機一樣 到平面車道 燒了幾百 可能十幾台車都到 因為黨都百幾公里嘛 尤其在下坡跟轉彎的地方 是 這個是一般的護欄 對 這個是一般的護欄 這個是撞得出去的 這個是要給他撞出去的 對 他真的撞出去 撞出去的 傷亡比較輕的 應該是這樣講 不是說他該死啦 但是如果是高架橋 就不能用這個 因為高架橋必死無疑 所以有時候讓他彈回去 還可以有一些生存的機會 那有沒有那種公路是沒有護欄的 像什麼 這個像那個 很多山上很多路都沒有 都沒有護欄 沒有護欄 那個是這個路可能沒什麼人在走啦 腳頭量非常非常低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是什麼 最可怕的 你說沒有護欄的公路 最可怕的例行產業道路 它有一大段全部都沒有護欄 很恐怖 台灣最恐怖的公路 所以有護欄 有紐澤西護欄 有撞出去的護欄 還有一種 像美國有些高速公路 它旁邊兩邊是很大的邊坡 它就乾脆不設護欄 那你飛出去的時候 反正它邊坡也很斜 它地比較大 所以它可以撕作這種高速公路 就內側跟外側都有很大的邊坡 邊坡就沒關係 因為它泥土也軟嘛 然後車子有個環衝力道 對啊 讓你翻出去 對啊 我們台灣地下人從 就沒有辦法撕作這種公路 所以都一定要護欄 我也是在沙漠地開車 在沙漠裡面 因為我們兩部車 沙漠應該不用護欄吧 都沒有護欄 那兩邊是沙漠 結果那一部車 我們一路追到 回到營區看不到他的人 結果他因為他太快 他撞到 他看到一般看到驢子 你就撞上去 看到骷駝你一定要閃 因為骷駝體積很大 結果他看到驢子 他一閃 他一閃以後 他的車子就飛出去了 飛出去了 載了那沙堆來了一無事 我們曾經 那邊怎麼有一些沙漠地人 在那邊看他 我們不以為是中國人 我們由美一家回來 回到營區以後 等了幾個小時都沒有回來 原來他整台翻了 插在那邊 他那沙地人把他翻過來 再翻起來 又踩上去 回去撞到驢子 撞骷駝會怎樣 骷駝的體質大啊 你一撞上去你一定要閃啊 你撞上去你一定完蛋 他還死你也死啊 你在沙地開始就要注意這個原則 在沙漠裡面 很多都是骷駝跟鋁子嘛 我不知道有鋁子 我也不知道有骷駝 這個是我們在那邊學到的 今天沙地人教你的啦 對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台灣其實有很多很漂亮的公路 請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條公路 這個是漁峰拍的 好 那這個公路的旁 這個兩邊呢是洋蹄甲 對 洋蹄甲開花的時候 漂亮喔 公車在國外有櫻花 其實也不雅於櫻花 這哪一段 在雲林土庫那邊有一個101 雲林101的鄉道 那是什麼季節才有這個風景 洋蹄甲已經過了 大概在3月左右 洋蹄甲其實盛開的時候 不雅於櫻花 它所以就稱作洋洋櫻花 對 北橫明子那一段 在秋天的時候 楓葉也蠻漂亮的 雲林應該把這個路段 做一些行銷 其實春天的時候 有很多路都很漂亮 像黃花峰林木 像台一線西州路段 整片都是黃的 然後其實中山高本身也有 木棉花 木棉 前面好像是被火包圍一樣 揮燒 你車子要開過去 就享受那種感覺 你剛剛講台北線 近台東的那一段 那個雅棚橋 很漂亮喔 雅棚橋都是50年 60年 很漂亮的隧道 那一段很漂亮 對 而且政府 加人家還可以營雅 他開路我也要保護這些樹 加人家可以營雅 台北線這段 可以這樣吃嗎 有 你上面有介紹這段嗎 對 有 有加人家營雅嗎 有 他親在告你就親在贏了 來看一下 黃花陵木道 楓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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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西桌 喔 中華茄酒 對 金黃色 好 那再來看 這個是 這個比較常見 櫻花 山櫻花 山櫻花 基本上山區都看得到 對 四四小蟹嗎 火車啊 油欄 不要配一台那個什麼 火車 小火車 很有味道喔 對 其實在國道三號靠近苗栗附近 跟台中這麼附近 每年五月五月雪 那個銅髮滿三更遠 非常漂亮 我們講的忽然是有一個事是這樣子 你知道在信義鄉那邊有一個俊大 那那一條就是有一個俊大林道 那個林道是早期就是說 他這個俊大林道可以通到那個 關高 那是最早的時候是從裡面 他們叫做運木頭 運出來的 那那一條這個公路 其實是這個林道 到現在 他還是可以通到裡面的 圓圓一個土地公廟 這現在也是很多騎腳踏車 都很喜歡騎的一條那個林道 那那個林道 曾經發生一個很鬼的事 因為它那個範圍是屬於 玉山國家公園 那有一次就是他們那個 那個林道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整條路都是石頭路 不過他都有護欄 就我們剛剛看的那種 那種一般的那種護欄 那那個國家公園有一個警察 你知道他有一段時間 他就要進去裡面巡視 牽那個許訊落相 那那一次那個警察 他就開車進去 然後進去的時候 你知道他那個石頭路 他是開了吉普車 有一個很高底板的吉普車 你知道開走那個林道 因為是石頭路 你絕對沒辦法開很快 那後來他發生意外翻車 吊到那個兩三百公尺深的那個斷崖那邊 那搜救人員就下來 就垂這樣下去 要去看 要去把他救上來 就下去的時候看到他那個車子 這樣滾下去 就滾得像一顆像鐵球 變形啊 車喔 車就變成遠遠的一個鐵球 當然人已經往生了 然後他們 然後那個搜救隊 令警察到現場的時候 很不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看到他的那個 那變成鐵球 那個護欄沿路 不就是露得咪咪冒冒啊 所以說很詭異的是 那個護欄既然 不但說沒有撞的那個痕跡 被撞斷 連那個撞的痕跡都沒有 飛出去 所以說你車子 你再怎麼高速 你怎麼可能會飛過去 那個至少也有一公尺高 對 更何況 他那個路是不能開太快的 所以說他們到現場的時候 到現場還沒辦法查出說 他車子到底是怎麼掉下去的 你今天你掉下去 絕對一定要把他撞斷 或是撞壞 你是不是做變形金剛 變不出來的床 不是不是 到現在他們都 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啊 他車子到底是怎麼掉下去 到現在都還差不多 那剛剛講說有隊伍 奇怪隊伍是陳寗 您這邊提供的故事嘛 對不對 在隧道裡面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可以用刷到對不對 刷到 美麗真的要付出代價 我還是把他講清楚 好 在路上遇到特殊的隊伍 可以刷到 什麼隊伍 是這樣 我一個朋友他到中部去 那因為很少去到中部去訪友 訪友之後然後就自己想逛一逛好 就回去就自己回到自己的 住的這個旅社去 那在路上遇到的時候突然在公路上 因為他走邊邊 因為他走邊邊嘛 對面迎面而來 一個很奇怪的隊伍 手上就標捧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很安靜 髮濕 沒有什麼聲音的 他覺得奇怪 是送帳嗎 也不像啊 但是對 然後什麼都不是 他看半天看不懂 然後再往進去一點看的時候 然後又開始知道有住家的地方 全部門窗緊閉 整個中部那個城鎮 就像個死城一樣 他心裡想說天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會這樣 才大概十點鐘不到 整個是漆黑的一片 安靜的不得了 路上都沒有什麼人在走 然後先是碰到那個隊伍 然後再進去 那時候他已經開始發麻了 然後再回到飯店睡覺的時候 哇 不行了 就睡到半夜的時候 夢裡面就一個紅色衣服的一個女生 就來跟他哭 就跟他講說他很苦 他很難過來跟他哭 他一個人睡 在那個女生裡面 我嚇的這樣子 然後怎麼會有一個女人 來跟他哭這樣子 然後還到早上醒來之後 他也是不懂 趕快跟他朋友講說 那是怎麼 當地的那個朋友問他怎麼回事 他那個朋友才講說 啊 慘了 你碰到人家在上肉掌 上肉掌是中部唯有的一個習俗 就是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前一陣子 他們那個地方 有一個女生因為情傷 然後全部穿著紅色的衣服 然後就掉緊自紋 然後就走了 走了之後 這個女的怨氣很重很重 當地所有的法師通通壓不住 而且是連環了一天一格 就在當地那個小鎮裡面 就連那個法師也是跟他一樣 同樣的這樣子 就走了 哇就是真的很兇 很怕的 就跟你講 很怕的 好幾個法師都沒有用 那怎麼辦 只好當地的鄉長 請了當地的最大的那個廟 請神明出面 來解決這個事情 然後再出動幾個法師 一起說要到海邊去 把那條繩子給解決 因為所有的最大的怨氣 都在那條繩子上面 所以就要從海邊解決 那所以就是我那個朋友 看到了這個事情 應該趕快迴避 可是他面對面衝到 整個就不行 然後從那天開始起 就整個精神狀況非常不好 所以你看沿途